知名企业家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 今天在中学校长的会议上发表演讲 他鼓励校长们要勇于突破现状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美国有两位没有教师执照的年轻人 却能够突破困难 成立了将近200所学校 他也批评12年国教还是做得不够 12年国家乱哄哄 知名企业家严长寿在高中校长会议上开讲 批评改来改去的国教政策 仍然以考试为导向 忽略了教育原本的精神 12年国教如果我们没有人谈品格教育 没有人谈公民素养跟思辨能力 没有人谈人文艺术的素养 我们还是在那个考试的技术上赚圈子 培养学生成为好公民 比拿好成绩还要重要 严长寿还举了美国的例子 有两名连教师执照都没有的大学毕业生 为了争取贫穷社区孩子的受教权 开始跟纽约的哈林区家长合作 直到20年后的今天已经成立了将近200所学校 让穷人也有书可以念 掀起了教育改革 从哈林区开始最落后的地区 去搜各种的学生 然后他们经过美国的特许学校的方法 逐步的放大 今年20年后的今年 他们有已经将近要200所的学校 鼓励校长们要勇于改变 教育是国家大忌 所有人都必须打破旧思维 台湾才能有更好的竞争力 玉田TV影点玉里中线台北报道